每天进步一点点 大家好 这里是方田教育 我是陈波老师 莱佛氏数学竞赛 这个名词在新加坡小学生群体当中 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由于其极高的含金量 这个竞赛在新加坡小学生群体 的升学阶段中 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大家都想获奖 但是莱佛氏数学竞赛呢 也是号称新加坡小学数学中 最难的一种竞赛 但从今天开始 方田教育会带大家一起 遨游莱佛氏数学竞赛 让我们一起把试题中的重难点 一网打尽 首先莱佛氏数学竞赛 是分为两轮的 有第一轮和第二轮 在我们课程的前期主要讲解第一轮的试题 我们把稍早的2009年到2018年这十年的试题 每年20题共200题全部整理出来了 我们按照其对应的知识点 把它分成了七个模块 情况如标所示 看到模块主要有这么七个 计算计算技术应用题几何数论情成和杂题 每年的考察试题如标所示 会发现其实每一年 每个模块它考察试题的数量 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呢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把每年的试题全部给它平均立想 那平均出来得到每年每个模块所考察试题 在二试题中的一个占比 那表哥如足所示 当然表哥不是很清楚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丙状图 可以发现在丙状图当中呢 比较明显最大的应该是数论占了22% 其次是几何占了20% 紧接着是计算 然后是计数 然后应用题 然后杂题 好形成 当然杂题的话 它考察的比较广泛 所以通过图表呢 我们给大家设计了一连套 大概有20多题的一个课程讲解 主要从以下几个模块开始 数论 几何 计算 计数 当然的话 应用题和形成我们会踩到一点 我们把每个模块里面考察的知识点 给它分离相类 发现其实每个模块有一些考点 它是经常考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计算模块呢 它的高频考点 有一个 就是分数计算 分数计算呢 它除了考察基本的四则运算呢 还会考察一些比较高级的运算技巧 比如说整体约分 比如说分数列项 接下来是计数 计数里面主要两个 一个几何计数 还有一个是排列组合 当然的话 几何计数中比较难的呢 也会用排列组合的方法去解决 接下来是应用题 应用题有分数用题 分数用题里面主要考察的是百分数用题 其实比例用题也会考到一点点 那其次是最主问题 接下来几何模块主要考的非常多都是原与扇形相关的知识 其次还有一些几何模型 比如说鸟子模型 风筝模型 T型蝴蝶蝶蝶蝶等等等等 接下来是数论 数论当中 这个我要隆重介绍一下 莫几位数字问题 我们在翻遍这十年两百题当中 你会发现每年数论里面 基本上都会考察至少两题 莫几位数字问题 比如说一个算式 它的最后一位数字是多少 或者说它最后五位数字之和是多少 或者说我如果要使的这个算式 它最后一位呢 算出结果是二 那我要对这个算式进行怎样的操作 这类问题我们统统称为莫几位数字问题 还有一类是整除问题 主要考察 比如说一个很长的多位数 它能够被二十六整除 那么中间的这些数字要满足什么要求 接下来最后一个是形成 形成主要考察的是环形跑道问题 那其实环形跑道问题中 还有一类非常经典的辨识 是中面形成问题 OK 那接下来我们课程 主要是会根据图上所显示的这些高冰考点 给大家来一一开展 那我今天啊 陈伯老师给大家来讲的第一题呢 就是莫几位数字问题 好我们来看 这是莱佛市2014年第一轮的一道真题 让我们求这个算式的最后一位数字是多少 本身是一道选择题 那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大题目来讲啊 最后一位数字 对吧 那我们先看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当中呢 有2014的2014四方 减2014的2013四方 加2014的2014二四方 减2014的2014四方 一直到最后呢 是加上2014的平方 减2014的一次方 那这边首先介绍一下 所谓的什么某次方 这其实是一个密的概念 底下这个数呢 2014 而右上方这个数呢 我们称为叫指数 比如说2014的三次方 右上方写个三 代表着有三个2014相乘 有三个2014相乘 那大家想一想啊 比如说2014的平方 我们还可以通过列数式 把它计算出来 从三次方开始 往上其实就很难算了吧 特别是2014的2014四方 你想象一下 2014个2014相乘 这算出来已经到猴年马月了 所以不可能把它算出来 但是万幸的是 其实我们只需要求出 这一位数字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来想一想 这位数字究竟跟什么相关呢 打比方 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这个2014的平方 在列数式的时候呢 相当于是2014乘以2014 OK 那等一下想一想 这个结果的 个位数字是多少 告诉我 非常好啊 应该是6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算的时候呢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是从末位开始算的 那4416呀 那个位肯定是6 而且我们发现 其实前面这些数位 对我的个位计算 有没有任何影响呢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也就是说 其实在底数为2014的时候 我们在计算 它的多少次方 个位的时候呢 其实是不需要考虑前面数位的 我们只需要考虑 个位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他让我看个位 我就只需要看个位 只需要看个位啊 好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把 这个原来这个算是 你要简化一下 相当于第一个 2014的2014四方 它相当于是4的2014四方 它的个位 每一个底数2014都可以看作是 4 也就是说题目中 它总共出现了 4的14方 4的平方 一直到4的2014四方 但是4的21四方 也非常非常大嘛 所以我们也不大可能 直接通过计算 得到它的个位 所以接下来呢 因为它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些 简单的情况来考虑 我们来分析一下 简单的 4的一次方 4的平方 4的三次方 4的四次方 到底有没有什么规律呢 我们来写一下啊 后面还有很多啊 我们来写一下 比如首先4的一次方 看到个位呢 肯定就是一个4 4的平方 否则一下 4的平方 4的16 所以个位应该是个6 然后4的三次方 有的学可能会想 4乘4等于16 16乘以4等于64 所以它个位应该是一个4 这么这种想法 有没有问题呢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继续往后写的话 你每次都要把它的结果算出来吗 其实并不是的 我们前面刚从结果 它只是看个位啊 所以我们只需要看 个位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4的三次方 它其实应该是前面 4的平方 再乘一个4 所以 我如果看个位的话 只需要看前面结果 乘个4就可以了 所以你想6乘4 应该是24 所以个位应该写一个4 那继续往下 各位同学告诉我 4的四次方 个位应该是多少 非常好 应该是个6 因为我只要拿前面这个4 再乘一4就可以了 4 4 10 6 那想 那6后面肯定还是一个4嘛 所以我们从这网络读一遍 你会发现它是4 6 4 6 6 4 6 4 6 不断的往下 所以其实它是两个数字 两个数字的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 那接下来我们来想一想 也就是说 观察这个规律呢 你发现 4的指数如果是基数的话 那它对应的个位就是4 4的指数如果是偶数的话 对应的个位就是6 那么2014的2014次方 大家告诉我 它的个位应该是多少 非常好 因为它的指数2014是一个偶数 所以它的个位应该是一个6 那第二个往下应该是一个4 2012对应的是一个6 2011对应的是一个4 然后很多 非常多 4 然后6 然后4 我们大概已经搞清楚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 要算出整个算式的个位是多少 我们已经把每一个 密的个位都搞定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从头要观察 个位是6的 减个位是4的 那时候得到个位是多少 2 个位是6的 个位是4的 你发现又得到一个个位是2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把里面 一个偶数次方的 和一个基数次方的 放在一起配对的话 那么这一对应该是个位2 接下来要考虑事情就是这里面有多少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指数是1234一直到2014嘛 没两个数配成一对的话 那其实总共会有多少对呢 很好2014除以2 那最后我们来算一下答案 一对的个位之差是6减4得到一个2 那接下来呢 总共有2014 除以2有这么多对 那不要明显啊 我们把过号去掉的话 它乘出来肯定是一个2014 那2014的话 不管怎么样 前面2011的话 相对往前进位了 所以它最后留在个位的这个数字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一个4 这种行应该是一个4 所以这道题目我们在原题当中应该选择的答案是4 那这道题我们讲完了 讲完之后的话 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 在这道题目比较关键的几个点 第一个 它题目中其实要的只是一个个位 所以其实我们在算的时候呢 只需要看个位就可以了 它让我们计算个位 我们则只需要看个位 第二个 中间这一部分 你会发现 对于指数型的这种莫几位数字问题的话 我们通过每一句会很容易发现 这里面是存在周期性的 所以大家以后如果碰到指数型的这种莫几位数字问题呢 我们可以从周期性入手来解决 OK那么这两个总结 大家可以记一下 第一个 研究算式的个位则只需要看个位 第二个 指数型莫几位问题呢 我们可从周期性入手解决 为了检验各位同学是否认真听讲 是否已经完全掌握了 那老师这边呢 有一道思考题 给大家来看一下 让我们求这个算式的最后一位数字是多少 比较像啊 你会发现只是把2014改成2013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 2014和2013 他们相差的天差地别 千万不要有思维定时 如果说大家写完之后呢 如果你想知道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呢 可以加下方老师的一个个人联系方式 老师给你来核对一下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说你想继续听下去 那么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观优